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世飞竟然脱下了裤子 撅起屁股给龟海一刀查看 还不停地催促龟海一刀快一点 看清楚一点 难道程世飞有特殊的癖好 原来龟海一刀自从断掉右臂后 使用左手修炼起了绝情斩 可左手与右手完全不同 任凭龟海一刀如何努力 也无法恢复到巅峰时期的战力 程世飞认为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绝情斩最适合右手修炼 而程世飞的身上 有一套八大派高手所创的左手刀法 刚好适合龟海一刀 可这套刀法刻在程世飞的屁股上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云罗郡主得知此事后 主动让程世飞躺下 将左手刀的招式口诀抄录了下来 其实给一刀多看一会儿就行了 他都快学会了 不准 没有人可以看我老公的 后面 对了我的后面呢 就是专为我的老婆而设的 你乱讲 那我的眼睛又就变成了那个 什么眼了吗 云罗郡主不愧是本剧当中 唯一一个能承受住金刚不坏神功的人 说起话来果然彪悍无比 话分两头 段天涯将上官海棠留下的符号交给张敬九后 却迟迟没有收到张敬九的消息 怀疑张敬九是否遭到了毒手 就在这时 铁胆神侯找到了段天涯 表示他们父子许久未见 不如坐下饮酒对一番 段天涯隐约猜出了铁胆神侯的来意 在下棋的时候指出铁胆神侯的棋路 比起以前更加的霸气 可却与王道大有不同 铁胆神侯闻言面不改色 愿为人要因时而变 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下去 铁胆神侯出言拉拢起了段天涯 可段天涯并不买账 表示他只想了结心愿后 带着妻儿隐居起来不问世事 铁胆神侯不肯死心 承诺只要段天涯助他成就大业 他就将整个蛇岛 以及周围的几百个岛屿 全都赏赐给段天涯作为封地 你也可以做第二任的铁胆神侯 帮我掌管护龙山庄 可这些都不是天涯的理想 天涯不想做大官 也不想成大事 段天涯告诉铁胆神侯 他只想过平凡简单的日子 看着段朗健康成长 而在这之前 他要查出杀害上官海棠的真凶 否则他一辈子都不得安心 铁胆神侯的回答 让段天涯松了口气 他认为心高气傲的铁胆神侯 一定不屑于撒谎 因此他告诉铁胆神侯 他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 只会选择站在中间两步相帮 这个回答让铁胆神侯很不满意 在大势所趋之时 只能是敌人或者朋友 要是不选择成为朋友 那就只能是敌人 铁胆神侯被段天涯气得不轻 他将段天涯当作亲生儿子看待 热令柳生但马首不准伤害他 可没想到段天涯明顽不灵 始终不肯帮他成就大业 段天涯更是说出底线 如果让他在背叛和死之间做选择 他宁愿选择死 铁胆神侯见段天涯主意已定 心中不由地生出了杀意 准备将其一掌送上西天 幸好柳生飘旭及时赶到 阻止了铁胆神侯动手 铁胆神侯给了柳生飘旭一个机会 让他好好劝劝段天涯 刚才做出的承诺一直有效 只要段天涯愿意回头试案 他们还是轻如骨肉的父子 段天涯看着铁胆神侯的背影 星之继续留下将会麻烦不断 因此他告诉柳生飘旭 将会离开一两天去办一件事 我想离开一两天 你要去哪里 去办些事 等我回来以后 我们马上会射到